Hello 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來到若曼的剪法教室 我們今天分享的就是 南式剪法 地式坦克 今天要分享的是寸頭短法 那在開始之前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先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現在影片準備開始 Let's go 好 那我們先介紹 今天會使用到的三個工具 第一個 我們會用到的是 電剪 第二個 我們可以拿出剪刀 平剪使用的剪刀 第三個就是打薄剪 這次用的是15%的打薄刀 好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就是 這一顆假刀頭 就是我們第三堂課剪刀的南式油頭 那我們今天要幫他剪一個 寸頭的一個長度 寸頭最主要長度分布為 頂部為10mm 兩側為6mm 側邊這裡就是3 跟最短 這樣以上做連接 那我們現在做一個最簡易的寸頭教學 先做第一個步驟 就是把兩邊的長度先做修剪 好 在剪之前 我們先把頭髮稍微噴濕 噴濕之後 我們先把兩側的長度先修短 修完之後再來修上面的長度 把頂部區這邊比較長的長度先夾起來 夾起來之後 我們兩側 包含後腦掃這邊都先剪短 我們今天用的就是3mm的公分套 然後先做一個修短的動作 然後剃的高度 大概在太陽穴上方頭角這個位置 直接剃上來沒關係 我們先做一個比較的 就算是1mm 4mm 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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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子 都剃完之后呢 我们直接拿出10mm的公分套 修到上面的长度 10mm最长的公分套 套上去 他长度就是最长的 直接剃上 他的头发的上面 把上面的长度先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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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那我建议大家在剪寸头的时候 从后脑勺这样慢慢修上去 从后面两侧 这样慢慢的修到上面去 最后再修刘海的位置 这样整个头型效果会比较好看 两侧这边 然后慢慢的修到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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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順著頭型由後面往前修的一個效果 你會發現 它上面的長度並不會到非常的短 因為它是順著髮流去做修剪的 你會發現前面的長度是比較長一點的 然後這邊等一下我們再用剪刀稍微修飾一下 然後再用墊剪把整個頭型做銜接 好,那我們現在到這邊的步驟 已經完成了五分之一的長度 你會發現很多頭髮都已經修完了 但是如果要剪一顆好看的寸頭 最重要就是所有的細節 我們剛剛做了兩個步驟 一個就是用3mm的長度把後面都剃掉 剃掉之後我們換成10mm的 直接順著頭型由後面往前修掉 修完就會呈現現在的這個樣子 如果你的頭髮是戳印法 很容易膨起來很容易榨開的 我就不建議你用這個手法去剪 因為你剪完它還是會膨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般髮或細完髮 你就可以用我這個方式去做修剪 那戳印法該怎麼辦呢? 戳印法其實我不太建議你直接剪到寸頭 你可以剪個短髮的飛機頭 或油頭刺蝟頭 效果都會蠻好的 那這種類型我通常會蠻推薦 就是你是細軟髮 或一般髮去做修剪 好,那我們接下來進行第三個步驟 就是把它入闊用剪刀 稍微修飾一下 那我們也會用手推剪的技巧去做修剪 我們先把前面的長度去除 好,那我們現在把多一點的長度先去除掉 順著頭形的弧度去做修剪 那可以先做低層次的採剪 好,這裡完成之後呢 我們梳子平行的梳上來 然後把多一點的長度做一點去除 這邊我們就是在做整個寸頭頂部區的一個長度修正 然後這邊啊 我們梳子其實是有一點空間的 並不是完全貼在頭皮上 貼在頭皮上你去掉長度會太多 所以我們稍微用小拇指的位置頂在它的頭上 那這樣你就可以很好去控制 它的一個手法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拿梳子的時候 小拇指是頂在它後腦梢 然後這樣去做一個梳起來的動作 然後再去做修剪 這樣的話你手就會比較穩 然後這邊也會有一個空間可以比較好去扶持的 那如果你的手真的很容易抖的話 你可以這幾個手指頭稍微靠在頭上 這樣稍微靠著 用兩隻手指頭去靠著 然後去用這個梳子去把多一點頭髮提拉出來 所以這個大拇指跟食指的空間要稍微去練一下 然後這邊就會比較好去穩定 你的梳子的一個位置了 然後把多一點的長度做修剪 上面在做連接的時候需要注意的技巧就是 你要去看到每一片頭髮都是很均等的 它不可以有突然多出來一撮 或者是多出來一隻的頭髮 然後我們要注意就是把頂部區這一塊 整個修剪為整個均等的長度 好這樣修飾完啊 你就會覺得上面的頭型就會開始變得比較圓潤了 然後立體度也會變得比較好 然後都完成之後 我們再做兩邊頭角的一個修飾 現在拿掉公分套用梳子去做連接的動作 梳子拿的方式啊 有一點斜度的45度角 這樣比較能切掉這個頭型 讓它柔和度比較好一點 那你的手也可以像我這樣 手指頭是撐在另外一邊的位置上 那這裡這樣去做一個提拉的動作 因為如果你都是空扶的你會很容易不穩 所以我們會建議這樣頂著 手指頭頂在這個位置上 那去做這樣的修飾的效果 好這樣這邊就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現在這邊的圓弧度有沒有發現就比較好 這邊就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凸角 那這邊就沒有 那我們來修飾另外一邊 好那我們現在把這個角度修掉 手指頭頂在頂部 然後這樣慢慢的去除掉這個角 好那我們現在兩邊的頭角已經都把它修遠了 大家有看到 好剛剛當修一邊的時候一邊的圓弧度 是比較明顯 一邊有一個凸角 那我們這樣整個修完之後 整個圓弧度都比較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最後一個寸頭的重點 就兩側它的白的面積是更多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拿掉公分套 直接往上去做一個修飾的動作 那拿掉公分套 它還有幾個重點要去注意 如果你今天拿的是日本的電檢 就可能是Panasonic的Hitouch這一種的 你可能就沒辦法做到那麼俐落 我就建議你做到這個位置就剛好了 如果你拿的是歐美的電檢 它是有這種刻度的 這種刻度的 那你就可以做接下來要示範的動作 因為有刻度你才有辦法去選擇 它的高度跟空間的選擇 一般日本的電檢是比較少做到這一種刻度的 所以選擇性就會比較少一點點 那我們就先來把最後一個步驟 兩邊修飾完起來 那我們現在呢 會先把這個刻度推到最高的位置 推到最高的位置 先做修飾 然後這個在連接處的時候 我們會這樣推上來 然後有一點往外弧度這樣 帶過去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在推的時候 游一下往上 然後在後腦去的時候 稍微有一點往上帶的那種感覺 好都完成之後呢 我們再把公分套 解鎖回來 用到最短的位置 這邊就是最短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樣是最長 這樣是最短 最短位置 我們再從兩側推到剛剛的那個中間 做一個結合 那可以看一下 這樣兩邊的一個長度 就會變得比較白一點 好那我們現在接下來 完成另外一邊的長度 然後一樣公分套 選擇到最高的位置 然後推到太陽穴這邊 然後推到太陽穴這邊 完成之後我們再把公分套 調回來用到最短的位置 由下往上 這樣修剪上去 好那這樣整個長度就修剪完成了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打包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拿出我們打包刀 那我們現在由前面往後 逆著梳上來 梳上來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些頭髮被你梳上來 這樣稍微 再把尾末燒 調一下 這個可以增加它整體的柔和感的線條 會比較好 然後主要在末燒 就是髮尾的位置上 稍微做一點調量 打包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這樣做 是因為你這樣打包過後 頭髮的空間感會比較柔和一點 而不會看起來呆呆醋醋的 一般我們當兵的那種頭髮 就是因為沒有打包過 所以你會看剪完就很像一顆麥克風 那這樣調完的時候 整體的效果就會比較柔和一點 然後如果頭角比較明顯 如果它的模特兒的頭角這兩邊比較明顯 你就可以用 在頂部兩側的頭角這裡 稍微往前 這樣微微的往前稍微大一些些 讓它打包出來的感覺就會比較柔和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這樣 往前 在髮尾的部分往前 好 這樣一個寸頭就完成了 好 那我們現在做一個最後的重點講解 我們第一個步驟 我們用3mm的長度 把兩側的長度都推掉 推完之後 我們用10mm的長度 從後腦槽這邊往前慢慢修除 修除完之後 就是第一個步驟完成了 第二個步驟 我們就拿出剪刀 把多月的長度輪廓 修剪完之後 把上面剪出一個均等的長度 然後第三個步驟 就是拿出我們的電推 然後用它的刻度 去做兩側的修飾的調整 第四個步驟 就是最後一個調量的一個技巧 讓髮尾揉合感再好一點 那這樣就可以很快速的完成這一款 寸頭的修剪 其實男士短髮 它越短的長度的精準度要越高 所以其實寸頭難度在Salon裡面 難度是算比較高一點點的 因為你要用寸頭的長度 去修飾整顆頭的頭型 那以上這四個技巧 就要多加練習 才可以完成更好的一個寸頭長度 好那我們今天課程分享到這邊就結束了 如果你對於今天課程的內容有任何問題 可以在這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會一一回覆給大家 如果沒辦法回覆的 我再拍影片跟你分享 最後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就幫我按一個喜歡 這邊附上我的IG跟FB 這邊有Line跟微信 如果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來這裡私訊或跟我預約 那我們今天影片分享到這邊就結束了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